定伯卖鬼,曹丕,列一钻,转路字,太平广记,南阳宋定伯年少时,夜行逢鬼,问之,鬼言,我是鬼,鬼问,辱妇谁,定伯狂之,言,我义鬼,鬼问,欲至何所,答曰,欲至婉事,鬼言,我义欲至婉事, 遂同行数理,鬼言,不行太迟,可供地相担,何如,定伯曰,大善,鬼便先担定伯数理,鬼言,轻太重,不是鬼也,定伯言,我心鬼,故身从耳,定伯因父丹鬼,鬼略无众,如是再三,定伯父言,我心鬼,不知有何所恶计,鬼答言, 唯不喜人妥,于是共行,道欲水,定伯令鬼度,听之了然无水音,定伯自度,草垂作声,鬼父问,何以有声,定伯曰,心死不惜度水故耳,物怪无也,行将至晚事,定伯便单鬼者肩上,及执之,鬼大呼,声则则然,哀恨所下,定伯不复听之, 静之晚事中,下,着地化为一阳,便卖之,恐其变化,拓之,的前千五百,乃去,当时有言,定伯卖鬼,的前千五,南阳郡人宋定伯,年轻时候,晚上赶路遇上一个鬼,他问鬼是谁,鬼说,我是鬼,鬼奸他,你又是谁, 鬼,宋定伯欺骗他,说,我也是鬼,鬼问,要到哪里去,回答说,要到晚线的市集去,鬼说,我也要去晚线的市集去,于是一起走了几里路,鬼说,不行太慢,我们可以互相替换背着走,怎么样, 宋定伯说,太好了,鬼就先背宋定伯走了几里路,鬼说,你太重了,也许不是鬼吧,定伯说,我是新鬼,所以身体沉重,定伯于是又背鬼,鬼一点也不重, 他们轮流换着背了一次又一次,定伯又说,我是新鬼,不知道有什么该畏惧忌讳的,鬼回答说,只是不喜欢人吐口水,于是又一起赶路,路上遇到河,定伯叫鬼先渡过去,听他渡水,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,定伯自己渡河,发出哗啦的响声, 鬼又说,为什么弄出声音,定伯说,我刚刚死的,还不习惯渡河的缘故,不要责怪我,快走到晚线市集,定伯便把鬼扛到肩上,迅速捉住他,鬼大声呼喊,发出嘖嘖的叫声,要求把他放下来,定伯不再听他的,一直扛到市集中,放在地上,鬼立即变成一只羊, 定伯就把他卖掉,怕他再变,向他吐了口水,卖的钱一千五百文就回家了,当时时重说过一句话,定伯卖鬼,的钱千五 字幕后就会发生说,定伯讯在 caused haber关键的音乐,特别人的油門权,特别人的油門权,特别人的油門权,计刑似的油門权,和其他一篇油門权工,通过一项更宝质的油門权工,同时重说过一项路,但监製的这是佛一项路,对